接下來今天我們追新聞的話題 來帶您看看東北亞的兩個國家 他們是好朋友 像是北韓跟俄羅斯現在結盟 要來抗衡的是美國嗎 來看一下金正恩最近有哪些動作 金正恩最近可是動作不斷 不但對南韓嗆得很大聲 好像搞得一副自己是最大的 別人都拿他沒辦法的樣子 我們從金正恩最近常常出現的是 哪些車子就來可以看得非常明顯 因為聯合國的部分之前說對北韓制裁 所以正常的情況來講 金正恩的坐車不太可能可以用到賓士車 因為賓士車沒有辦法銷到北韓去 但是沒想到最近金正恩很多次現身 他多次用的就是賓士車 而且最新的畫面是這輛 他用的是賓士車的新款 這輛新款車非常非常的昂貴 他是賓士車裡面最豪奢的叫做麥巴赫 他是一款豪華休旅車 一台的售價要標破新台幣610萬台幣 他照用這很清楚了 這等於是在公開向各界表明說 不管你們怎麼樣的制裁 聯合國的經濟制裁 對金正恩來說都是沒有用處的白制裁 那麼另外北韓媒體最近報導說北韓在一月十四號 他們發射雷煤 試射雷煤採用新型固體燃料的中程飛彈 那麼這一枚中程飛彈算是極音速飛彈 所以他的速度非常之快 如果按照速度來計算的話 從平壤到首爾大概只需要一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抵達了 另外再加上最近北韓他們的外相吹善機訪問俄羅斯 而且跟普丁見面 後來兩邊的對外宣誓是說 北韓要跟俄羅斯強化兩國的合作 包括一些什麼合作呢 包括在敏感領域上面的合作 這個敏感領域到底講的是什麼 裡面沒有多說 但是光從北韓這麼一連串的動作 真的是太密集了 所以美國就趕緊喊話 美國說希望北韓回歸外交對話 停止對大家的挑釁 而現在為了反制北韓可能祭出的核彈攻勢 美國、日本跟南韓 他們決定要聯合起來進行一場海上軍演 我們來帶您看看 美日韓這三個國家最近舉辦了一場海上的聯合軍演 號稱是史上規模最盛大的一次 那麼三個國家的聯合軍演 一共這個開出了 派出了九艘艦艇來參加 振折北韓的味道也可以說是相當濃厚 好另外再來帶您看看的是這個 嚴防北韓的核彈攻勢 我們就來帶您看一下 目前的這個演習情況 到底進行到了什麼樣的地步